盘点那些画饼式的洗脑套路 你想想古代帝王为什么很多都陨落呢 为什么 打不过别人 不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因为他们有江山了 就开始沉迷于美色 对 时间都在屋内上面了 不要江山了 那还有另一帮不沉迷美色的 天天想着怎么搞事业的男的 那不就谋全村位了吗 是 你现在就应该去努力 赢了在起跑线上 那你是不是你还没到35呢 你是不比他们成功的更早 对 我不能再耽误你了 所以我想一个办法 我再找个男朋友 咱俩一块过 你呢就专心去搞事业 家里成你不用担心 是我俩的 我俩替你维持 你就一心去搞钱搞事业就行了 等过几年呢 我这也玩够了 我长大成熟了 我到时候就变成一个贤妻良母 那你哪里呢 那咱不要他 还咱俩过 行 我到时候呢再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你又有钱有事业 又有个贤妻良母 还有个大胖小子 谁能有你成功 你还没到35呢 你不比他们更厉害呀 整个东南亚我最成功 是不是 所以咱现在应该 搞钱 我们现在应该 努力 我们现在应该 成功 我们不能再录了 再录的话 别人都知道你咋成功了 小灰今天给他对象 又买了个LV的包 花了一万多 挺的 媳妇 可好看 别说了 坑的媳妇呢 咋坑的媳妇呢 媳妇我给你算啊 你背一个一万块钱LV包 你还能穿你的四十块钱 回力出门吗 我给你换好的 行 衣服裤子 全给你换好的 就得跟这包 一个比一个段位的 我太爱你了 买的东西咱就得买一套 LV衣服裤子全换上 歇 办事媳妇 咱开那个 撒斯瓦换钱的车出去 别人说得研究你 这女的这意识都是假的 因为啥 你穿这意识 最起码得开个骷髅鹅呀 打底六十块 一套房子没有了 一套房子没有了 媳妇这套选择题 我给你 你说 你选 我看看我媳妇咋选 我肯定要是选房子没了 大哥 这是我老爱妻 你知道吧 这是我媳妇 谁都不好吃 得是你呀 媳妇你品 你细品 那包以后不也能买 哎呀 当前得买房最重要 媳妇你说 我差你那一个LV吗 我现在给你买你药吗 放心大懒的说 要是买房子 那我就先不要了 哎呀 大宝啊 她是我的大宝贝 你呀 你是聪明人 你说是不是坑的媳妇 女人呢 你的名字叫贪婪 走吧 吃什么 哎我问你 为什么我闺蜜他们说你是下头男 这是什么意思啊 谁说的 就他们呀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话 什么意思啊 下头男啊 下头男指的是 下我头脑最清醒的男人 那他们还说你是钢铁之男 钢铁之男就是 就是有钢铁般医治 勇往直前的男人 你别笑 那他们还说你是妈宝男 这有什么意思啊 妈宝男的意思是 妈呀 宝藏男孩 哎哟 你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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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还说你是怨种 恩怨分明 世上最有种的男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那 普信男又是什么意思啊 又怎么了 又是他们说的 啊怎么了 你肯定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们能这样说你啊 你快说啊什么意思啊 哎 普信男就是 就是普天之下 最值得信任的男人 好吧 原来他们是在夸你啊 对啊 这说明 不是我眼光最好 对对对 走吧 怎么了这是 我兄弟小张 刚买了一块手表 这几天他嘚瑟的 嘚瑟不玩了 那你也买一块呗 镇住他 真假的 那表好几万呢 这么贵吗 贵也买 咱家差事吗 你把你前两天买了那套西服拿出来 打了打了 看上去配块什么颜色的 每天西服就花两千多 就再买块手表 咱家不超预算了吗 那不小意思吗 拿捏他 必须方方面面都得碾压他 我跟你说男人这东西其实很简单 他越在意什么 他就越写了 这是啥意思啊 你看啊 那种颜值超裙的 他都喜欢晒自拍 那种家庭和谐的 他都喜欢晒幸福 事业成功的 他都喜欢晒能力 就像小张这种 什么都不具备的 他可不就剩下晒块手表了吗 这怎么回事啊 你看啊 前三样优势 你都具备了 咱还能让一块手表给他比下去了 我还是不优秀 我还需要一块手表加持吗 这这这手表我不买了 我发现啊 媳妇 你一点都不懂我 还有什么 不是我浅薄的呢 你说这么多年 就一直没跟上你的格局 你慢慢进步吧 喜欢我买瓶香水呗 我管你要 你都没给我买 我还要给你买啊 矮了 什么矮了 内心狭矮了 我答应啥了 别人有的你必须都得有 咱先不说别人 我身上味不好闻 你闻着也难受啊 我不嫌弃你啊 那咱不说你 你和你闺蜜一起聚会 一闻挺的男朋友 饱个力味 小雅男朋友 香奈儿味 你再闻我 一股葱花味 不知道别人还以为 你男朋友窃度人认的 那你能有面子吗 没有 你要给我买了 男士高级香水一喷上 那你再看看 别人一闻 以为我是啥呢 以为我是商界的大鳄呢 身价立马提高一千万 你说你作为 商界大鳄的女朋友 那你有没有面子 有面子 妥妥的小富婆 那现在我让你选 你给不给我买 你买 给我当商界大鳄的女朋友 你呀你 你是聪明人啊 喂 站冰口干什么 都回去吃西瓜去 你给你妈吵上了 说了呀 很正常的事 钱个西瓜 富富不怕 分心分心经验 找找教训 整局下次赢了 不是 是我赢了 那不可能 我把你奶奶叫来了 什么玩意儿 你不爽吗 第一个是第一个是朋友 你的意思是 张阿玛的泡泡 跟你一起 对付你的泡泡 二打一 你赢了 油菜 你别说了 你年纪红了 你妈别让你妈哭了 那你怕她哭啊 怕她哭你下回上去 她点 你想我是谁 阿玛的儿子对不对 你也称呼拿下了 是吧 现在还给你看着你的儿子 又称呼用你的儿子把阿玛拿下了 你已经以同奖下 拼命天下了 不要赶紧傻举 那要手机不够开阿玛了 我这不去哄她吗 那哄不哄呢 哄不哄 哄不哄你就跟她说 你又是不够看儿子 我就不给你看儿子 哎呦你妈 对吧 行我去了 你妈洗碗 行那我去了 好 大哥看什么车 你这有啥好车呀 您多少预算 七八十万吧 这个价位您可以考虑一下奔驰S 来往这儿看 那晚上都烂大街了 奥迪A8呢 奥迪A8是好车呀 那您要这么说妹妹就懂了 来往这儿看 马沙拉蒂吉波丽 V6配上8AP 350匹3.0T 060秒窜出去 一堆人搁旁边欺欺思语 刚才什么晚上窜过去 不到我 太快了 好像是个大黑耗子 瞅了一下的 你别演了 这060秒也不快 它就是个代步车 平时你是搓个麻呀 接个娃呀 上你那个工地烤个茶呀 那要下赛道的话 不还得看你那赛车吗 对吧大哥 对 宽桃扁脸巨齿沙 无矿车门把人抓 三叉戟大标 车头一扎 厂子起码得趁仨 大哥我是不是说少了 差不多 那我就放心了 来进屋 那是不行 都是塑料的 大哥你别看 你上手摸 皮的呀 对了 塑料做得像皮 那是为了显得高级 那把皮做得像塑料 那是为了彰显咱的低调 这连个夜间仪表都没有啊 哎呀 现在夜间都乱大街了 哥你不最讨厌随波逐流吗 你这后排也 哎呀 你别后排了大哥 妹妹时间有的是 但我猜你家那个公司 是抓紧时间要上市吧 你少搁我这浪费两分钟 那咱就能早点去纳斯达克 去小中吗 这却多少钱啊 56万8 这56万8也太 56万8 大哥眼睛都不眨 大哥潇不潇洒 潇洒 双卡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